好来看到台开新天堂乐园的唐朝 今年是推出五种适合大小家庭的桌餐年菜 那么两到四人小家庭可以选择经济实惠的港式套餐组 相当精致可口 那么十人桌餐有两种价位 包括高档的鱼子酱龙虾以及鲍鱼佛跳墙 香港主厨的拿手料理要让花莲的民众新年开春就感受到最幸福的滋味 港式餐点名店唐朝进驻花莲台开新天堂乐园多年 每年过年推出的港式年菜都让花莲乡亲品尝到全新的饮食风味 今年春节唐朝再推出五套适合大小家庭人数的年菜桌餐组合 不论是二到四人小家庭或者是十人团圆桌都有丰盛美味的年菜选择 非常恭喜大家又到了新的一年 那我们唐朝推出了新的年菜 我们的价位只有两种因为过年期间怕客人很多应接不暇 所以我们推出的是10800以及13800元的两套的桌菜 另外为了小家庭人数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也准备了3000 4000 5000不等的套餐 来的时候又方便又快速可以让全家到这边吃得很开心 唐朝主要就是以港式的港点跟我们的片皮鸭 还有我们非常精致的佛跳墙为主 那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精致手工的一些佳肴 所以要花一些心思 花一些功夫的 那在这边都可以吃到很道地的一个功夫菜 二到四人小家庭的套餐组合主要是以港式点心烤鸭搭配热炒和招牌甜点 而食人桌餐有两种价位等级 其中唐朝招牌片皮鸭 天山雪莲佛跳墙 鱼子酱龙虾和鲍鱼佛跳墙都是香港主厨的功夫菜 我们把那个港式的料理有没有 融入去年菜 在一般饭店里面越式料理都是比较讲究火候的 所以我把它融入菜里面 让大家能吃到健康美食满分的料理 我拿个鲍鱼佛跳墙跟天山雪莲佛跳墙 这个是市面上少数是潮州菜的佛跳墙 它讲究的是时间 大概要12个小时左右 对 我们先熬汤 再熬料 大概有16种食材 鸡肉 蓝牌 芋头 鲍鱼 鱼皮丝等十几种中药 为了让大家吃到最完美的蔬菜 唐朝年菜今年不外卖 只接受在店内由专人服务用餐 想品尝最道地 最功夫的港式年菜 定位动作要快 介络会 简香报道